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七百一十四集 宋麻烦 你要是再敢说找很多小妹妹 我就把你丢到雪地里去 可是把鼻说能找到很多小妹妹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纪准婷 门帘又被掀开 某人跟他心有灵犀 他在心里呐喊 某人就进来了 继母问走进来的儿子 正婷啊 你去哪儿了 怎么一直没看到你 把鼻跟我在外面堆雪人哦 阿姨 您别抱着他了 怪沉呢 宋卿尘在旁跟继母说道 小包子个子大 身上的肉又结实 他抱一会儿都吃不消 更何况是继母这么大年纪 继正婷闻言 从母亲怀里将小包子给抱了过来 宋母这会儿站了起来 跟宋卿尘说道 卿尘啊 你怎么还叫阿姨呀 啊 宋卿尘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下一瞬就明白过来了 他看了继母一眼 脸上红了红 继母也有些尴尬 没事没事 叫什么都一样 都是过了门的媳妇了 也不知道改口 我可不是这样教你的 宋母教导女儿 虽然人家说没关系 可是 哪里能真的没关系呀 这时 老太太在一旁 说了一句风凉话 这个可不能怪咱们清长 有人改口费还没给呢 对对对 都怪我都怪我 我这改口费还没给呢 那你还不表示表示 表示 对对对 要表示 肯定要表示 说吧 继母激动地 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宋卿尘看到那张银行卡 蒙了一瞬 又看向纪正廷 纪正廷自始至终 都是很淡然 这会儿依旧是给了他 一个淡然的眼神 继母拿着银行卡 走到宋卿尘面前 别别妞妞地开口说道 啊 卿尘啊 阿姨这辈子没多大本事 也不会赚钱 这里呢 是阿姨这么多年龄 花钱攒下来的 不多 也就三四百万 你看 这 这改口费 能 能不能凑合凑合 静母手拿着银行卡 递出去 又收回来 担心不够 毕竟 清晨这几年 在外闯荡得不错 那天从新月口中 无意间听说 清晨现在一节讲课 就一百多万 他这里三四百万 只怕人家 真的看不上眼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聚在 宋清晨一个人身上 宋清晨也挺感动的 眼眶跟着都红了 真诚地唤了一声 妈 继母愣了半声 反应过来 连忙干脆地应道 哎 应了声之后 继母热泪盈眶 胸腔里的那颗心 更激动地不行了 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扶着沙发 夸张地说道 哎哟哎哟 哎哟 不行了不行了 我这心激动地 跳不过来了 赶紧让我坐下来缓缓 一家人 都被继母给逗乐了 奶奶 我都叫您 这么多天奶奶了 您怎么不给我 改口座啊 这会儿 小包子挪到继母面前 一脸自己上了大当 找奶奶讨说法 啊 继母这再缓过来一点 被小包子这么一问 又愣了 大孙子 你是奶奶儿子生的 你叫我奶奶是应该的 我是从妈咪的肚肚里 生出来的 那你妈现在也是我闺女 你还是得叫我奶奶 还真是人小鬼大 这么小就开始贪财了 小包子挪挪嘴 嘀咕了一句 哼 小气鬼 顿时 屋内一阵幸福的欢笑声 中午做饭的时候 宋卿尘在厨房 帮母亲洗菜 也总算找了机会 跟母亲单独说话 妈 我小妹她去哪了 宋卿尘已经在屋里找遍了 就是没看到小妹 而且 小妹的画架这些东西也不在 她原以为是出去画画了 可这会儿都中午了 出去也该回来了 宋母李菜的动作微顿了一下 叹了口气 说道 忘记跟你说了 你小妹出门画画的时候 遇到个民间郎中 说是能治好她的腿 我们本来是不同意的 可是你小妹 就硬是要跟她去试试看 这不 都走了一年半了 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都没有联系吗 起初的时候有联系 后来她跟我们说 郎中要带她进山去治疗 山里没有信号 也联系不上了 这 这都一年没联系上她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由着她来呢 这一个女孩子家 就这样跟人家走了 还一年半再联系不上 多让人担心呀 宋母又是叹气 你走了以后啊 你小妹心情一天不如一天 不爱说话 也不爱画画 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个郎中 她自己又中意 我们就随她一次 不管将来好还是不好 起码也没有遗憾了 宋卿城知道母亲是为了小妹好 可是 这样的做法 还是让她觉得太轻率了 这万一要是出什么事的话 她几乎不敢想下去 不过你放心 那个郎中呀 我们都见过 是一位八十岁的老道士 看上去呢 慈眉善目的 身体却硬朗得很 我们看着 也不像是坏人 难得跟你妹妹投缘 我们就让她去了 宋母知道宋卿城担心 事实上 做父母的也担心 但是为了实现女儿的愿望 她还是选择博一把 听母亲这么一说 宋卿城也放心了一点 那 知道他们进的是什么山吗 宋母摇摇头 说道 只说是深山 让我们 也别下去找了 说该回来的时候 就回来了 宋卿城还是有些忧心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只能祈祷小妹 早点回来 不管能不能看好病 只要回来 一家人团聚就好 继母从菜园里 拔了青蒜进来 一直在念叨着 自家长的蔬菜 怎么怎么好 看到宋卿城也在 便说道 卿城啊 你赶紧出去带孩子吧 这里交给我 跟亲家母就行了 孩子正停待着 我进来大把手 今天家里人多 得多做点好吃的 两个人肯定是 忙不过来 而且继母 也不是那种下厨的人 顶多就是洗个菜什么的 红烧肉多做点就行